过去呢站在淡水河旁边总是传来阵阵的恶臭 不过带你来看到台北市长郝龙斌上任之后定下了活化淡水河这样的目标 多管齐下终于让淡水河恢复以往的干净 变干净的淡水河呢还有让人惊喜的发现哦 包括了鱼种急速的攀升 96年呢年仅是个48种 不过去年达到了89种足足成长一倍多 其中呢包括了很多消失逆迹 很久的鱼种再度出现了 像是总统鱼还有香鱼等等 这一回环保局长就表示说淡水河整治成功 现在河畔吸引了非常多的钓客 如果呢钓到第90种鱼类就要发奖金